太平军远以城中别,时达开城宫西渡湘江使其重患升级。 红袖拳,杨秀清大军赶到之后开辟长沙城东面战场的计划没能成功反而被清军合围于城南一带太平军东南, 北三面受敌西面是湘江天窃,如果不能出围,一定会被清军围困, 耗死在长沙城南清军对太平军形成合围态势,之后新任巡抚张亮基派人掳走的湘江江面的船只并命长存,率领苗兵驻守湘江西岸。 隔着湘江于东南的清军大军对太平军形成四面合围,不过此时太平军军中上有搜集到的不少民传张亮基, 对于自己的这个军事布局承租在胸塔向咸峰剧体会报, 有长沙的战事和局势,希望得到咸峰的赞赏, 但是经历清军围堵太平军多次失败的阴影后咸峰并没有高兴太早, 他给张亮基回复,道你的布局是不错, 就怕你的那些兵顶不住,太平军的窝审关键时候掉链子时达开西渡湘江东击, 受挫后困于城南的太平军几万将士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如果不突围寻找军,两太平军必然被饥饿拖垮湘江西岸。 此时导致成书要想解决大军的吃饭问题, 必须西渡湘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湘江西岸已经有清军驻守, 而张亮基派向荣赴西岸加强防御, 防止太平军强渡湘江1852年10月17日晚, 时达开率精兵三千趁着夜色从南湖港, 此港今已不复存在, 秘密渡江并迅速占领了西岸粮产区, 时达开的部队将西岸的粮食源源不断运, 往东岸解决了东岸太平天国, 大军的粮食危机, 时达开,开辟西岸战场时达开度, 将前向荣原本有机会抢在时达开之前 驻防太平军正队的西岸要地。 但被革职的他也许是在赌气没有率大军南下, 只是本分的驻守盈安镇一带, 长存带领的苗兵也没能敢在石达开渡江前进驻西岸 清军西岸原有的防御单薄, 无法阻挡石达开的进攻石达开, 一路攻占土城头, 金牛顶,龙回潭等要地, 很快在湘江西岸站稳了脚太平军西线战场, 成功开辟前途一片光明。 此时,清军开始意识到石达开占领西岸的严重, 竟他们不断增兵西线太平军也不断增强西岸石达开的兵力石达开, 还得开辟西线战场, 但同时派兵进入牛头州和水路, 州古石橘子州分为三部分, 金水落州和牛头州已经连位一体, 防止清军渡过水路州和牛头州破坏牛头州南端的浮桥金橘子州, 清军人以为太平军已成中编。 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但石达开渡江成功不但为东岸的太平军打通了逃生之门, 还让已经被饥饿折磨的粘头打脑, 太平军将士顿时生龙活虎, 起来清军的合围态势已经变为了对阵状态清军的优势一下子黯淡, 而东面太平军解决了粮食危机, 之后重新对长沙城发起梦列攻击清军真正体会到时打开攻占湘江西岸后所带来的糟糕的连锁反应。